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云南作为中国的南大门 被日本视为眼中钉 日军做梦都想拿下云南 为了拿下云南 日军从缅甸 越南 贵州等多地向云南发动进攻 但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拿下云南 只能在云南边境地区晃悠 那么当时不可一世 而日军为何拿不下云南 第一 日军虽然寄于云南 但云南可不好打 云南地形齐驱 山地丛林密布 气候沿着潮湿 很多地方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特别是南部的西双版那丛林和怒江 是天然的平长 典型的一手南宫 日军想拿下云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实际上 当日军打到怒江的时候就打不动了 因为东国军队巨险而守顽强阻击 而日军现代化武器又发挥不了优势 所以日军几次攻击都未奏效 怒江成为日军不可逾越的障碍 抗战中 中国军队和日军隔江对峙 日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 日军拿不下云南 和云南的地形和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 第二 云南设施中国的南大门 关系了大后方的安全 国民政府以及云南地方政府为了保卫云南的安全 抽掉了大量的精锐部队驻守边境 以防范日军的进攻 1940年 日军占领和列后 沿点月铁路城市北京 严重威胁云南的安全 面对危急的形势 云南省主席龙云紧急抽调在前线作战的滇军主力 六支军的两个师和云南战地服务团前往滇南进行防御 并拆毁了河口至猛记闭塞站的铁轨 还炸毁了通往云南内陆的河口大桥 同时 龙云又动员各地的民团和地方武装前往支援 可以说 整个云南都动员起来 连土司部队和土匪都加入了抗战中 中国军民组成了铜墙铁壁 使得日军寸 不难行 双方长期在中越边境对峙 由于日军从越南进攻受阻 所以改由缅甸进攻云南 但在怒枪遭到了云南军队的顽强阻击 中国军队在滇南和滇西阻击日军长达五年 使得日军不能逾越一步 创造了抗战史上的奇迹 第三 云南抗战和当时的国际局势息息相关 日军进翻云南没多久 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 日军的重心逐渐转向太平洋和东南亚 加上中国战场的日军被牵制在东部和中部 所以日军打到云南的时候 已经成了强弩之木 虽然日军在缅甸囤住了大量的兵力 但远征军和英军给了日军巨大的压力 日军虽然想拿下云南 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战争后期 远征军和云南军队换装了美式装备 盟军又夺取了东南亚战场上的主动权 战争形势开始逆转 日军被盟军压着打 日军自身难保 别说打云南 最后 日军不仅没有打下云南 还在云南军队的监督下放下武器 在和内向中国军队投降 参考资料 二战时 滇军兴衰落 云南抗战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